我这一面再回来再加载财 试试看看他怎么不走 开始走不走 不是说不走 是因为这个GS文件可能什么 没加载过来 是吧这里面没有什么 一清缓存 我这指的是什么 只能清缓存 清缓存之后我还得什么 重新登录一下 对吧 因为我们这个man.gs里面 咱们看看这个内容 这个man.gs里面有没有这 我们下面写的内容 没有啊是吧 这个man.gs里面没有我们刚刚加的内容 所以说我们是找不到他的 所以我们需要什么 清一下缓存 清缓存 然后呢把这些清掉 清掉之后我们重新刷新这个页面 然后呢 看看他会不会把这个文件给他 加载回来 再加载回来的话 这个地方你看 是不是显示登录注册 上面是没错的吧 然后来 好显示1410 来123 GBC 好 登录成功 登录成功之后 这个地方是不是显示我的账户 是吧 显示我的账户 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就把这个文件放到别的里面去了 以后我是不是只要在任何页面导入这个GIS文件 是不是去执行这个方法就行了 对吧 这是一个方法 这是一个抽取 一个抽取 好 这样我登录成功之后 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应该要做一个事情 确认证了吧 确认证 确认证 我发现 这个时候我们用这个夺夺就不太合适了 因为夺夺所有事情都已经做完了 是吧 注册一个 注册一个太麻烦了 因为还得验证什么 还得验证手机号 还得验证手机号 那太麻烦了 那怎么办 我去后台直接添加一个过来 添加过来 我们去看看他后面的流程是什么 去看后面的 他应该是什么 你先进来之后 先让你做什么 最早填写 对吧 因为你只是提供了一个基本的信息 没有做什么 没有做认证管理 对吧 没有做认证管理 来 请你建一个用户 这个用户叫什么名 这个用户就叫ZT100 是吧 ZT100 登录密码 ZT100的 密码比较复杂 是吧 网200TG 手机号 不要有钱 6 7 8 9 10 11 你们班军人很有钱 一年花的小孩身上好几十万就着 是吧 好 我有钱 爱他 我非常有钱 大靠 是吧 好嘞 亏了行 好 我要投资 要不行 我非常有钱 我要借钱 是吧 啊 你们都这样的吗 越有钱的人啊 越借钱 对吧 越有钱的人越借钱啊 就这样的吗 对吧 越有钱的人啊 越借钱 是吧 我感觉写几的都是几的都是几的都没用啊都没用啊 好 跟你签名是吧 啊 这叫叫 叫 两个黄黎 鸣 翠柳 是吧 鸣翠柳 啊 叫你还没有 女朋友 来 啊 保存 哎 用户名符合区范 用户名不够长吗 这样不行了吗 是吧 啊 这样不行 OK了吗 真的是 有什么不够长的 是吧 来 来 登录 叫 DT100 KG 是吧 密码 我200KG 对吧 来登录 好 下面是没有跳这个页面 对吧 跳这个页面 呃 这个页面是啥页面 叫UZER上面的 Intel 这个页面 是吧 来 检查 然后 呃 AZZ AZ 前面 呃 又这样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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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做个事情 直接什么 它是在UZER上面的一个什么 这个页面 这里面有 哎呀 哈 我们不是已经大小写都听话完了吗 没有这个页面是吧 没页面之后我们怎么了 好办 右键 新建一个UZER 呃 HTML 对吧 它叫什么名 你叫什么名字 init info 是吧 好 info 来 好 这样子 KGV 是吧 KGV 好 呃 你说 但这个地方 你看 这个地方 你说我认证完成之后 我一点 它还会到这个页面吗 还会到吗 我已经身边认证了 比如说像刚刚谁 刚刚夺多 你觉得夺多这个人来点这个我的账户 会走这儿吗 会怎么 不会走这儿吧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夺多已经什么 已经认证过了 现在发现 当我点击我的账户的时候 对吧 当我点击我的账户的时候 我需要做一个事情 什么事情 我需要判断用户 是否已经认证 对吧 是否已经认证 那怎么判断 对吧 也说现在我们这个 这个联合账号 我是会跳一个 而且没页面吗 不会吧 你干怎么办 是不是跳一个请求地址 对吧 跳请求地址 然后这个请求地址里面 是不是都判断 首先先判断一下用户的状态 对吧 用户状态 然后根据用户状态 是不是决定到底去哪 如果你是一个没认证的 我是不是要要求你 重提向这个页面 如果你这个是什么 你认证的 我是不是给你继续放行 对吧 就把一个页面 给你跳到什么 你要找数据页面 对吧 好 现在我们是不是需要 请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 是不是和用户相关的方法 对吧 请用户相关的方法 那走 在这 现在就是要去做考虑了 怎么考虑呢 这个地方点我的账户 我到底往哪跳 我是直接去防什么吗 防我的账户这个接口呢 这个接口地址写在哪里 写在前在页面 还是写在用户的controller里面 反映在这 我是访问谁 访问 我们现在是不是有两个外边 对吧 一个肯定的吧 这是不是前在页面 对吧 这个是不是什么 用户的住在登录那边 对吧 和用户相关的信息 我是把教研用户的放在content的外边 还是放在SSO里面 放哪 我请求 我查看用户信息 这里有个请求地址吧 我是访问Lockhouse的9001呢 还是访问Lockhouse的9003呢 放哪呢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现在 我现在只教点什么 你是否已经念 那个认证信息啊 接下信息吧 还有问题啊 我在这等他20分钟 你觉得我再点我的账号 会跳这吗 我再等20分钟 过时 东京都过时了 登录信息都超时了 你觉得我还会跳这吗 跳哪 你在这 我的账户是不是要跳登录有没有 是这问题吧 我说我们现在是不是怕了 不止一个操作 你看现在我们怕了什么呢 点进来 写下 写下 现在呢 使得我们的这个 上面里面 咱们把这个地方 稍微捋一下 我们需要做什么 啊 做做什么 来文杠里面 这 这 这 好 下面分析 好 有 有 有呢 好 来 一个问题就是什么 关于 第二个 那个就是 啊 二 点击我的账户的操作 是吧 啊 呀哈 这两个TB 跨度不一样是吧 啊 操作 啊 有什么套作呢 第一个 啊 第一个来 一 啊 如果 用户什么 为 为提交资料 应该什么 跳转到提交资料 页面 页面 是 这种问题吧 啊 二 如果什么 用户 因为啊 长时间 为啊 操作 导致什么 登录 超时 对吧 那应该什么 跳转到 灯里面 对吧 啊 第三个 啊 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东西 如果 点击后 马上 用户的 是吧 登录 信息 就 过期了 怎么办 啊 怎么办 这几个问题 考虑一下 那么要什么 还有这个地方 不止点击我的账户 好 这个 这个问题 同样 存在于 点击 任何 一面 能夭什么意思吧 比如说我们设置个有效期 三十分钟 对吧 这有效期三分钟 那点了点了点了 到三十分钟的时候 你发现 我正在操作的时候 你告诉我 需要重新登录 你觉得这合理吗 你要怎么办 你是不是要把 把那个 登录信息 延长啊 也就是我一直在操作 你是不是一直要给我什么 延长 对吧 是不是一直延长 你发现我是不是做每一个操作 你都需要给我做个事情 延长用户的 在redis里面的什么 或者是cookie里面的什么 东西的有效期 只剩一时间 只剩一时间吧 就每刷新一次 你就要怎么办 就啊 设置一次 是吧 每刷新次 就设置一次 但我在什么地方设置呢 我就是 我在什么时候 去设置东西 你不要想问我 你刚跟我找问题了 你是不是想这么说 加载后刷新 加载后刷新啊 什么叫加载后刷新啊 我在什么地方 什么代码里面 我一个把那个代码起来 什么地方 我当时我在每一个情绪里面 丢到这个操作吗 这个项目里面 假如说有5000 有有不是5000太多了 是吧 有700个请求 接口 我说在这700个里面 都要做点操作吗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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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什么呀 你先说说我问了什么问题吧 我完蛋了 是吧 刚刚没听 你刚刚没听是吧 来我满 VIP嘛 早在照顾照顾你啊 怎么在照顾照顾你啊 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啊 你在干啥呢 红红帮 啊 写什么代码 咱们今天呢 站不转 是吧 来来 这几个问题怎么解决 上面这第一个跟第二个还好说 你能判断 是吧 能判断 那第三个问题 我该在什么地方 我操作 合规朋友都不听课是吧 来 VIP是吧 你这VIP还有个作用是什么吗 不不不 除了 除了那个平常多关注你 多给你出点题 多让你做点作业之外 嗯 模拟面试的时候啊 一律是VIP一律是我来面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知道吗哈 一般模拟面试的时候 其他班的模拟面试我那个人 我那我那屋子永远都是什么空着的 我都是睡去耗人家的 啊 因为进我的屋基本上都要哭着出来 啊 啊 但是我我一般问一个人 大家面两个小时啊 对 是最快的啊 两个小时 就是我早晚问到你啊 你不是你不是问你什么都会不都会吗 我早晚问到你不会为止 知道吗 对 都有不为什么要这样 就看你不爽就整你 怎么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但是你你上来也不会啊 你上来不会呢 你就可以提前出来 准备去下个班了是吧 哈哈哈哈 啊 但是我跟你说你不会的地方 我不可能啊 像面试官一样 行你不会就不会了 我肯定要什么 你说的 是吧 什么地方是什么 什么地方是什么 是吧 啊 我那屋屋什么时候的人比较多呢 其他人都面完了 所有人都面完了 爱在原老师那过了 爱就 老师我问你个问题吧 面了吗 啊 面了 你别 走开 是吧 我们爸都面完了 面完了 我才面了两三个人就面完了 是吧 是吧 来来往往往吧 来第三个问题 给咱们解决 过滤器里面 加在夜面的时候 其实 其实有必要吗 我们每走一个夜面 我都要做同样一件事情 你忘了吗 我每次都要获取信息啊 还记得吧 我们更新的那个方法 这不是任何页面 还记得吧 这是不是任何页面 我走一遍 这个东西不都得走一遍吗 那我只要获取你信息之后 我给你延长一下 回信息了吗 还记得吧 在这 还记得吧 我们是不是 在每个页面里面 是不是都加那个 那个接触脚板 这获取信息的脚板 对吧 你是不是每 你知道那个方法 每执行一次 我是不是在那方法 我给你什么 延长一次就这样 是吧 延长一次吧 那图案还有一个方式 什么方式 就是说 我有时候不一定刷新页面 什么叫不一定刷新页面呢 比如说 点我的账户 在这 我在下一步 提消资料 提消资料 你应该怎么办 给我刷新一次吧 对吧 提消资料 你是不是也可以刷新一次 怎么不能 我提消完资料之后 还是两秒钟到期了 我两秒钟之后 一刷新页面 废了 不能这样的吧 你不能给我提消完资料之后 你就给我到期了 就给我扔了吧 是吧 你发现 像这种情况下 正常的页面 我们每刷 每走一次 我就什么 走一个方法 叫 get user data 是吧 我可以在这方法里面 什么方法 看到我们的什么 看到我们的这个里面 我们是不是写了这么一个 这个代码 查看用户信息吧 查看用户信息 我们这里是不是有什么 用户信息登录啊 这个 对吧 这个 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 做个事情 什么事情 叫 更新什么 readis和什么 quick的 有效期啊 是吧 在这是不是可以更新一次 对吧 更新一次 作用是什么 作用是延长用户的登录状态 对吧 这边说 登录状态 我不管你到现在还剩多久 我是不是都统一 比如说统一 给你延长到 再延长30分钟 或者再延长10分钟 对吧 不管怎么着 或者延长到30分钟 对吧 延长30分钟 那这样子 这是一个操作 对吧 一个操作 但问题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我如果不执行这个方法 我是不是就要 没办法去延长 对吧 比如说我刚刚 这么做的 我在那边 卡 你30分钟 7不是8 我非得等到什么 填完资料 我非得等29分50秒 然后我填 点下一步 提要一下 是吧 点下一步 提要一下 对吧 那你怎么办 对吧 你填完资料之后 我也得给你延长 那该怎么做 比如说你发现 我们现在不管做任何事情 都要执行一个操作 对吧 都要做一个操作 就是更新用户的信息 那么我们如果 所有的接口里面 我都要去写一遍 更新用户信息的话 那就完蛋了 大量的重复代码 比如说你可以把它写成工具类 是吧 对吧 怎么办 现在我们如果出现大量重复代码 谁能够想到 能不能封装 是吧 第一个封装的考虑 是不是能不能封装成工具类 对吧 封装工具类 但是这个更新户信息 我封装成工具类的 好像不是很合适 是吧 好像不是很适 因为我这样写的货 我必须把它放哪 放到comments里面 对吧 因为我们后面还会有很多其他页面 我不放comments里面 是不是访问不到 其他人 那要么你就什么 变成一个服务 对吧 变一个服务 你发现 我不管任何事情之后 我都要去请去一遍这个服务 好像也不是很合适 对吧 那怎么办 能不能用这种话事呢 就是 我不管任何搜导之后 我都跟你说 注意啊 你该更新用户信息了 我可不可以找一个 专门更新用户信息的人 在那等着 等着 他干嘛呢 他不干什么事 就等着什么 更新用户的信息 就ready信息吧 到期时间 然后他准备到那 是吧 就像你们一样 突然间 该更新用户信息了 信息了 是吧 好 更新一下用户信息 是吧 谁啊 是有人犯空了吗 然后 突然说 又怎么着 又犯空了 是吧 知道什么 突然又有人跟人说 你该更新用户信息了 他叫起来 更新用户信息 能不能收集吧 就是不断的有人在这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专门去 更新用户信息 这叫什么呢 就是那个 客服一样 诶客服 客服你在干嘛 客服是不是就做一个事情 处理会问题吧 是吧 处理会问题 我需要 给你每个人都配一个 配一个客服吗 不需要 是吧 怎么办 是不是有一批客服 大家等着 是吧 等着 等什么呢 是不是只要有人打电话 打电话 是不是想有通信的一样 是吧 只要有人告诉他 我需要一个问题 问你 他是不是就给人处理问题 是吧 类似一种监听器 你们应该学过监听器吧 也是 就像什么 context楼的那些人一样 对吧 context楼的那些人 我是不是程序仪启动 我就什么 我就加载这个配置吧 好 那同样 我只要有人一告诉我 更新用户信息 我就更新用户信息 是不是一个道理 对吧 那现在就是 我如果去做这种操作的话 该怎么做 我是不是得去写一个 例子约监听器的东西 对吧 在这干嘛 运行起来 不断地做 等待 监听 操作 是吧 然后 旁边是不是有人干嘛 只要你做任何操作 我就什么 你来执行我操作了 是吧 我告诉一下监听器 是吧 然后这本监听器 怎么着 有人找我更新信息了 我是不是去更新一下 是吧 更新一下 来 那比如说咱们画个图 画图 今天画什么画呢 画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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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画一个 高大上大画是吧 好歹我也是 北京电影电影学院体育系学美术 是吧 来 那必须的 一看就是 感觉就是 很高大上的感觉 是吧 往来 整个叶子 不务正业 你才不务正业呢 是吧 来 好 这样拿 把东西 好 现在 哎呦 好吧 是吧 I need blood 是吧 哈哈 好 在这啊 啊 这里有一个人张大的一张嘴 是吧 就等着是吧 啊 吃东西了 是吧 来 啊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那个什么 以后 这个 啊 不管他 好 这个什么 这是那个监听器 哇 哇 塞 哎 听起来 是吧 听啊 好 监听器啊 好 他里面写这些代码 什么代码 就是 是吧 等等等 更新什么 更新用户信息啊 是吧 啊 更新 这个看不出来了 是吧 啊 去不住了 实在有点 太大了 是吧 这要抽象化 等吧 这要好 他干嘛呢 他主要就更新用户信息 也说我们只要有人是吧 叫问他 是吧 告诉他一声 你要我要你更新一声 一号用户信息 他就更新钱 一号用户信息 好 我让你更新谁 更新二号的 他就什么 更新二号的 对吧 现在我们是只杀一件事 什么事情 什么时候谁告诉他 对吧 他一直在等的 对吧 只杀一个人告诉他 什么时候呢 我们这边是不是有好多什么 业务罗地操作吧 对吧 业务罗地操作 好 二位老套的 那其中有一个叫 getUseIn getUseIn 这个方法 我们可以确定 它是一定什么 会获取互信息的 是吧 好 假设我在这 getUseInfo里面 这个方法 getUseInfo里面 就我们的方法 这个方法 哎呀 这是尴尬的 我靠 去哪了 他赢了 他赢了 他这逼着我什么 小一点了 小一点了 这里 这里有个什么 一只 兔子是吧 小兔子在这 照着两个天线 是吧 在那接受 接受信号 只要有人说 你注意了 该吃的萝卜了 小兔子拿着萝卜 坑 咬一口 是吧 咬一口 这个咬一口的动作 就是我们更新一户 什么时候呢 就是比如说 马西汤的人说 你该吃萝卜了 小兔子就 吃一个萝卜 是吧 你该吃第一根 胡萝卜 是吧 吃第一根 你第二根 该吃第二根 胡萝卜 是吧 吃第二根 在这吃 然后呢 现在就是 就差这个 发布命令人了 发布命令人 我们程序里面 我们程序里面 有个什么方法 叫什么 该他邮件 地点是吧 我这才在 小心翼翼这点 点 哎 好 在这 什么呢 这里我是不是用户 用户那个发现 到时候了吧 还在这 他一个什么 通知什么 通知小兔子吃萝卜 是吧 通知小兔子 吃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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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兔子不吃萝卜 是吧 其实其实 其实兔子 不是啊 那个 兔子吃萝卜 只是仅限于故事中 是吧 仅限于故事中 啊 实际生活中 兔子不爱吃萝卜 来 啊 通知小兔子吃萝卜 啊 他他他不爱吃萝卜 其实真的真的 真的 不爱吃 他兔子其实不喜欢吃萝卜的 你去看那个什么吗 那个那个欺骗了 你这么多演的那些什么 那些东西啊 其中一个就是 小兔子吃萝卜 这个故事 其实什么 小兔子不爱吃萝卜 啊 兔子 啊 那些欺骗你这么多演的东西啊 来 好 那样的我是不是通知他一下 怎么通知啊 我们是不是可以发一个消息之内的 对吧 发消息 没错 我给你发个打信 啊 啊 小兔子耳朵上带着个莱雅耳机 是吧 不是他的耳朵不是这么长吗 是吧 放打信 好 好 是这个消息了 是吧 好 啊 然后吃萝卜的 好 在这 我更新 那以后干嘛 以后所有需要什么 更新的地方 我怎么办 都发一个消息出去 对吧 都发一个消息 好 好 都发一个消息 来 接着 接着 呃 那就在这 我们有个get data info 然后再来一个方法 哎 再来一个操作 这个 好 要说以后还有好多操作吗 是吧 比如说用户有更新信息 对吧 更新在这 啊 更新是吧 啊 更新信息 啊 更新 然后更新完之后发现 哎 我我是小兔子之后 我不爱吃萝卜 啊 然后呢 嗯 小兔子 你该吃萝卜了 是吧 好 不管任何操作 我只要做一个事情 这边我什么都不做 我只管什么 我只管做发号 发什么 发布命令的人 对吧 我只是告诉你 我想要一个操作 什么操作 叫更新用户 那个 那个信息 那个操作 对吧 但是我本人做吗 我不做 交给谁 统一全部交给啊 他得做 对吧 这样子我们是不是 把代码 做了一个封装 现在我是不是 只有这一块代码 去做个更新操作了 对吧 不就像以前一样 在这我要更新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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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我也要更新一次 就不是这么出现 大脑充故代码了 现在代码是不是 只有一份 而这本是不是 只做一个事情 叫发号 适应 对吧 发号命令 这样子我们可以 做这个功能 但这个功能 需要用的 叫什么 消息服务 消息服务 我们到时候 会用那个东西叫 就是他说那些什么 各种 MQ 这个东西叫 DMS Java的消息 服务 我们会用了他 但是 这个玩意儿 你们用过观察者模式吗 观察者模式 观察者模式 修工吗 检定器 知道检定器 为什么 我的 他们开始一起动起来 我的 此为止 的 context 路德 人生的 就可以执行 人说 他这个监定器啊 那我就问你 监定器 实现的原理是什么 对啊 监定器实现的原理是什么 对啊 监定器实现的原理是什么 你们应该学过几个监定器 八个监定器吧 我说 Java的监定器 不是有八个吗 context 还有什么 request的 还有 session的 是吧 各自的 为什么 我就 有一个请求 有一个监定器 是什么 当我来一个请求 我就可以啊 执行一次 叫什么 request 什么 request 什么 listen 对吧 为什么 我来一个请求 我就能执行一次 他怎么做的呢 对啊 就是观传者模式 他做了什么呢 好 给你们稍微描述一下 描述一下 好了 我画图不怎么好 但是也没办法是吧 还是画个图吧 是吧 哎 取消 右键 新键 放弃 好嘞 好 这样子啊 这样里面 就是讲说我们 这是我们的什么 他们开场 我就拿谁 我就拿先拿那个 contact solution 来举例的 是吧 好 他们开的 我们他们开的 做什么事情 他是不是要启动 他们开的启动吧 好 启动 启动之后 他要做什么 他是要把所有的程序 进行处理化 没错吧 是不是处理化 好 说出来 他是不是要加载 比如说加载 咱们有个什么 有个程序 叫什么 点名 对吧 好 点名的时候 他是不是要把点名 加载到他的 他的程序里面 他是不是可以 进行 启动这个点名程序 一步一步启动 你说 他知不知道点名 什么时候启动完 他们开的 对他们开的说 我把你加载进来 你说我知道 你什么时候启动完吗 我一定知道 是吧 然后我们知道 他启动完之后 其实他们开会 做什么事情 他会加载 他里面的东西 叫web点 x面文件 是吧 好 他是把解析这文件 他能解析什么 里面有个东西 叫listen的标签 你里面配了 listen的标签 你说他会不会解析 会解析吧 好 解析完之后 他做什么事情 创建对象 好 拆完之后 他把他表就 他发现什么 这个listen的属于什么 叫什么 他这个叫context的那个listen的 对吧 他把他放在什么 所在的那个map里面去 map也好 listen也好 准备里面放他的 放这个东西的 然后 知道 他知道这个map里面 做什么用 就是程序启动完成之后 加载 然后在程序启动完成之后 他们开的内部有个代码 干嘛呢 他要去便利 刚刚那个什么 存放context中的listen的那个集合 对吧 那个集合 然后把你们的所有的listen的一个也取出来 之后干嘛 强转成 sublight context中的listen的 转成它之后 为什么转过去 因为那是个接口 我们出会 为什么要接口 因为接口 一 限定类型 二 限定方法名 知道吗 你只要是这个接口类型 你里面一定有 那个方法 能够想起来吗 我们写了接口 里面一个abc的方法 你是不是实现这个接口 你实现接口 你说你里面有没有abc的方法 一定有吧 你说 说爱过抽象类 抽象类 你能弄对象出来吗 你弄不出来 你最终有对象 一定是实现那个方法的 对吧 我可以确定你里面一定能放 接着我就调里面的方法 但你注意 我调方法实现的是谁 是不是调你配的那个对象是方法 对吧 我帮这个把listen的不是一个取出来吗 不是一个 我说有个假设有个listen结合 对吧 这里面是不是放的你配那个什么 context load listener 对吧 我是不是从里面把它取出来 取出来之后 我是不是可以调他身上的 假设 咱们一个叫 数字画 忘了什么方法 假设叫abc吧 我是不是可以调这abc方法 这个abc方法是不是调 你配的那个listen的什么abc 对吧 那个abc里面干嘛 做个申请 找什么context的paramor 还记得吗 咱们那个配他的时候 还配一个context的paramor 里面配的什么 classpass 什么什么什么 acadmian文件 对吧 好 去取它 然后去取 取它之后 把那个acadmian文件什么 解析加载 这样的死亡人容器就是什么 其中起来了 这也是你可以去尝试一下 你给他配了个context 但是你不配 context的paramor 那么启动的时候 一定报错 其中不起来 因为他在程序内部 直接切死了 我就找这个 标签 找这个什么 找这个 这个什么 能力目叫什么 context的 config 没了 context的什么 config location 对吧 context的config location 他一定找这个 他说明 他不找别的 他这里面先死了 就找到他什么 找到之后 拿到下面那个值 如果没有 就报错 有的话 有的话就干嘛 去出质化 什么人容器 创建什么人容器 对象 就是applicate context 对象 创建它 然后一步一步 把里面所有的对象 全部出质化出来 全部出质化出来 这是 那个什么 那个 listen的 那个什么 职员理 他用的些是什么 叫 观察者 观察者模式 你们用过观察者吗 是吗 第一写过吗 好 好 好 那 那 我们 今天 来 谁敢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